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史风云 张行忠出身于安徽省,早年间参加革命,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红军 他老家有个财主的小姐名叫王明嘉,一心想要跟随组织参加革命 可是却因为自己的出身问题被红军拒之门外 正好他的丫鬟张行律是张行忠的表姐 所以张行律就建议自己的小姐先嫁给自己的表弟 然后再以家属的身份加入红军 在张行忠表姐的撮合下,几天之后,青年男女匆匆见了一面 王明嘉就决定自己要嫁给眼前这个年轻人 可惜天不随人愿,新婚当晚张行忠就紧急返回部队局 一年时间过去了,张行忠在一次战斗之中身受重伤 直接被转入了红军医院 在医院之中,张行忠得到了来自于一位护士的贴心照顾 如果不是这位护士,张行忠也不可能那么快就会恢复自己的身体 虽然如此,可是张行忠仍然不敢跟这位护士 哪怕说上一句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光是考察出身 每位红军士兵都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私人关系 如果被认定跟这位护士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 恐怕两个人都会遭到严重的惩罚 虽然如此,可是有一次张行忠还是忍不住 在一次干活的时候跟这位护士说了几句话 话刚刚说出口,张行忠就发现这位护士竟然就是自己的新婚妻子王明嘉 只是因为两个人结婚前接触的太少 再加上战争的洗礼 所以自己才没有第一时间认出自己的妻子 两人相认后,当场互相注视着泪流满面 之所以这种悲剧会发生,究其原因也是当时的那场战争 所以只有和平才能安居乐业 我们也期望和平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